老闆 老闆今天牵着凯乐一起来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开心 然后我觉得凯乐 今天得奖的几率非常的高 有没有什么更值得接待要做的事情 粉丝朋友可以去follow你的 期待 因为演唱会还要继续进行 继续进行当中 八年会不会太久 八年有点太久 三年差不多 终于入围金钟 要不要感恩小猪 赞叹小猪一下 有没有话先跟老闆讲一下 当然有 因为在老闆旁边学习到很多 所以非常可以 非常开心可以跟他一起走这个星光大道 一起入围的感觉真的很棒 感觉很棒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凯乐常在外面跟人家讲说 小猪牵我真的是牵对的 真的 老闆今天晚上终于有这个feel了吧 老闆今天牵着凯乐一起来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开心 然后 我觉得凯乐今天得奖的几率非常的高 想要谈恋爱 想要 不知道该说是勾引男生还是诱惑男生的感觉 所以在录音室的时候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而且那个时候 尤其是这首歌的刚开始有一个讲英文的 就是我本身英文就已经不是很好了 然后又要用很性感的语教 然后融合很多气音 然后说出前面那段话 一开始我录超多次 因为一直放不开 就觉得好害羞喔 然后就是老师后来他就看不下去 他就教我 他就录一段语气 然后那个段落应该要怎么去说 那段话才会看起来 才会听起来很性感 然后就照错 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柏益 哈喽大家好我是博舒瑤 哈喽大家好我是依依杰 一直觉得 庶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 真的吗 对对对 可是我还 看什么看 快听了吗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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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